週六台北市大城區南京西路的一處上 是出現了天坑 而到週一的時候 這個天坑的擴階範圍是越來越大 可以看到現場是持續進行灌漿作業的部分 而這一段道路 目前雙向車道也是封閉的一個狀態 那附近居民也是十分擔憂 真的在這邊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還滿驚嚇的 只是我有感覺好像這半年或者這一年內 好像這邊常常在修路還是幹嘛 有時候剛鋪好又挖 剛鋪好又挖 也不曉得到底是什麼原因 斷水應該有 但是這邊有水塔還好 瓦斯是有影響到 那個水沒有影響到 因為地下位公管和污水管破損導致塌陷 週一尚無所知 天坑長達20公尺 寬15公尺 深2.5公尺 現場也關閉了相關治水法指漏 週邊108戶暫時停止供水 北水處設置了臨時的供水站 讓附近居民使用 我們也極刻的先做了吞訪 就是這一段接下一下 配置 然後相關的衛生團團 在前端我們做一個輸流 也都已經處理好 但現在就是進行開瓦 好那這部分我們開瓦以後 就可以儘快把這個地方 所以就完成了 只要上面整個鋪平之後 回禮土灌漿完成之後 我們會用非破壞檢測去做透地雷達的掃描 所以可能要三四天 那甚至四五天 我們要確認整個安全無遺的時候 可能才可以開放通車 現場也設置了六個人工監測 以及四個全天自動監測 台北市土木技師工會理事長 莊君偉週一孝吳表示 監測情況都還穩定 傾斜度沒有太大變化 新藤野太電視 王冠玲 曾新銘 台灣台北報導